而受到杜苏瑞台风影响 县长徐正位以及立法委员傅昆奇 27号在相关单位陪同下 前往视察南区便桥封闭 土石摊坊以及农损的情形 受到杜苏瑞台风的影响 县长徐正位以及立法委员傅昆奇 27号在相关单位陪同下 前往视察南区便桥封闭 土石摊坊以及农损情形 那所以对于我们农作物的部分 一旗稻部分大部分都已经收了 现在有一些二旗稻里面在擦氧 那有一些二旗稻是还没有 那另外花莲比较严重的 应该就是我们的西瓜的部分 还有我们的养殖营业 以及现在的硬质玉米的部分 那硬质玉米的部分 因为都是在田里面先干了之后才采收 那现在遇到强项里 它整个玉米的这个玉米是饱含的水分 它是在岁上发芽或者是这个发芽 所以这个部分因为全花莲大概有相近500个东西 这个也是蛮严重的 所以希望中央都能够来协计 针对农损部分 全花莲有将近500公顷种植硬质玉米 需要在岁上成熟采收 但是连日大雨的重创下 饱含水分的玉米可能造成发芽或发霉情形 收封凤林及玉里西瓜 现阶段是二奇瓜的栽种 正式开花授粉 大雨也将打坏花蕊 影响结果率 也可能造成烂根的情形 徐政委也请在地公所 以及农会协助农友们将农损拍照留存 之后提报县府及农委会 进行救助补贴程序 另外也针对灾害潜事区域 徐政委呼吁民众 不要掉以轻心 防范自身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 玉里正采访报道